9月1号全国路口安全大执法除了车辆 行人没有依照规定穿越道路也将开罚 不过瑞穗乡土地公庙前的巷口 中正路为双黄线 信众们认为不论进出都肯定要吃红丹 再加上近日警方也加强路口取缔的工作 因此特别向香带会来陈勤 香带会主席陈廖安在23号的临时会就提案 要求重新检讨这个路段的道路标示 不要让良善的执法大打折扣 9月1号起全国路口安全大执法 介意维护路口安全及行人路权 提升用路人守法观念 利益良善 然而对瑞士乡土地公庙信众而言 巷口前方的中山路化设为双黄线 似乎也成了让人吃上红丹子的陷阱 独立公庙大家都知道 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 那么人员车辆进出也有少多 它也算一个像 在我们道路的边线它就有一个切合 但是在中山它的中心线是双黄线 所以我们一般的车辆进入 独立公庙这个停车场 往往就是处罚 不只是车辆处罚 连人员用手的过去都处罚 瑞翠乡中山路双黄线道路标示 不论开车或走路到巷子里 就肯定要穿越双黄线 再加上近日内警方也加强路口安全取缔 也使得信众不免忧心 可能吃上红丹二项相待会 诚情反应 建立在我们独立公庙前的双黄线 也许那是我们香港道路 能够取消大概10到15公尺的双黄线 以利人员质量在中心 路口安全大执法除了汽车车 不理让行人最高可罚新台币3600元 行人卫一规定行走行人穿越道 及行人卫一标志标线 耗制指示或手势指挥穿越道路 也将开罚300元 民众支持肯定的同时 部分路段道路标示是否也应该重新检讨 同步跟进改善 相待会主席陈廖安为此就特别提案 期盼能够全面检讨 不要让政府良善的美意大打折扣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